小姐姐你好 哦 我不是坏人啊 我只是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啦 你祖籍哪里啦 福建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 就是一靠近过年了嘛 然后我就想要找一个路人呢 去撑个饭 可以喔 两手空空就想撑饭 没满 像你有点不方便耶 买汗啦 可以啦 放心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好不好 我去哪个东西 然后我来跟你换 好 都到吗 等一下 可以啊 走走走 有 还有没有榴莲啊 还剩两颗包扫王 哇 可以啦 放它打包啦 好 来 看一下多重 这一个2.4公斤多 没问题 打包 好 来 走 姐姐 不好意思 久等啦 我带了这个我相信你会喜欢吃的 茂山王 可以吗 只烤在山好像也不是不虚 叫我们去吃饭 走 OK 今天吃饭 没有什么事情是榴莲搞不定的啦 这个就是你家嘛 打扰了 不好意思 哈啰 阿妈 妹妹啊 妹妹啊 阿妈 怎么知道 我知道啊 肉夹榴莲喔 有啊 有啊 但是我们不会夹榴莲 不好意思啊 走乱路啊 这就是福建人的浩克精神 刚好今天我要煮福建红巴 这个我好久没有吃了 其实材料很简单的 这个红巴咧就是我们会拿五花肉 两勺盐 一茶匙也很 OK 你来弄啦 辛苦功我来弄啦 不可以来人家家乘班不工作的 是吧 马来西亚人都会用筷子的 不用担心 先来开火 买一点油 很简单 你放一酱 刚才你说你是河根朗 你是河根朗 我叫河根朗 河根朗 朗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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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叶啊 我姓红 真的是你看 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热桶香 缘分 这个是黑蒜头 我们先要把它打碎 那个黏皮虾 不用剥皮的 我发现福建人啊 用蒜头都是整颗虾的 对 我们的菜都是这样的 哇 你可以放入下去 哦 还是姐姐的手法比较好 所以她有仇样 对 哈哈哈 这个是福建人过年一定要吃的 啊 对 我们会煮来拜祭先 我姓红 福建人很多道菜都会放的 黑酱油 最重要是我们的黑酱油 厨师都自带一个 你们不需要凉的 好没有凉的 就是凭感觉而已 对对对 好意思大概大概两次吃了 绍兴酒 也是阿嘎阿嘎 哈哈哈 也是阿嘎阿嘎 阿嘎阿嘎 加水 就大概盖住这个肉 如果想吃丰富一点 我们就可以放鸡蛋 跟木耳 加鸡蛋 木耳 焖30分钟 好 给它入味 给它入味 哇 哇 哇 可以吃两碗饭了 不好意思我来趁饭了 好 来来来来 加饭了 真的太热情了 他们一家人 来第一个先给阿妈 来 哇这个肉质饱满鲜能多吃啊 尤其是这个油的部分 我最爱啊 好吃吗 好吃啊 好吃好吃 真的好吃 而且我刚开始会担心说 你切这么大块的这个肉啊 它会很硬 可是吃起来的话它是很软的 嗯 吃到这个就 有一点想念 家乡的味道 每次我们新年做 我们都会抢个吃的 然后一碗饭 两碗饭一直在那边添 你可以试试这片阿哥 也是我们福建人的传统 这样这个吃东西 人家吃 哇 哇你看它光滑这嘛 嗯 对 它是白大的 它口感很大 我觉得 哇 你连这都吃买 哈哈哈哈 没办法实在太好吃了 嗯 然后这些菜呢 是你学的吗 也不是 它不会的 是我 它不会煮的 哦哦是女儿传妈妈 没有 我传她的 所以 人家煮给我吃 他跟我一样 我每次煮给她吃 这个是叫大笑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气的 对 所以我们要经销要趁早 有 可以可以 感谢各位姐姐们的热情招待 那下次我再来吃饭好不好 好的 谢谢 新年快乐 不累不累 我们要 wäre 好了 我们要再来吃饭 我们去做